第七百五十八集 八长老贺丸更远处 大长老一刀击退孔灵源 冷贺道 方平 出来 你不是有李振赠予的精神力分话题吗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会下海让你算计 再不出来 老夫屠光了你的亲朋好友 他话音一落 海面另一处 方平颇为狼狈 黄金屋已经被收起 从海中跃出 笑道 我好害怕呀 去吧 去杀我家人 有能耐就去 看我方平会不会皱一下眉头 大盟主 您老了 真的老了 方平大笑道 七五时代 谁没死过家人 家人死了又如何 死了老子只会更有动力 去呀 今日你杀了老子全家 明天老子照样吐你全家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你的门人弟子 你以为我方平做不出来 方平说了一句 又怒斥道 当日你在南疆地窟出手 算是救了我们一命 我方平这人 算不上忘恩负义之辈 只是如今还没那个条件罢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记恨于我 七日 我曾想着 你赵新武一人称起了宗派界 称起了这片天 三不四府之外 唯一一位鸡身九品榜单前十的顶级强者 有多难 太难了 我在宗派界唯一认可的就是你赵新武 尽是这番话出口 咱俩 不死不休 赵新武淡淡道 老夫不需要你崇拜 不需要你感慨我有多难 既然你们都觉得宗派已经腐朽 已经成为过去世 那就让宗派时代 在老夫手上彻底结束吧 方平破口大骂道 你又何资格代表宗派界 七日你是宗派界的顶梁柱 七日你是宗派界的耻辱 张部长这些人 每每提及宗派界 最为认可的就是你赵新武 和所有人都难 吴川师兄之前有九品神兵吗 他还是四大镇守使之一 他都没有 绝颠绝学据我所知 也就李德勇司令和李院长有 都是李司令传下来的 那是因为李司令 需要找个传人 你和他同道吗 你居然早早加入邪教 宗派界一些宗派视你为神 而今你却是他们的耻辱 多说无意 之前紫禁地窟那一战 若是你将姬瑶那柄神兵赠予老夫 老夫今日也不会出手对付你 榜单前十的九品 唯有老夫没有九品神兵 何其可笑 原以为姬瑶放弃神兵 最后会落入我手 可笑的是 张涛考虑的是给谢一范 南云月考虑的是给钟清欢 李震想的是给国轩 赵新武轻笑道 三不四府的首领 有人考虑过老夫吗 太可笑了 老夫若是手持九品神兵 战力远胜无穿这些人 最终 你宁愿给一个出入八品的武者 也不愿给我 这就是你们说的尽一切力量 提升人类实力 真的可笑啊 赵新武自嘲了一句 很快恢复了安静 一边和孔令元隔空交手 一边轻声道 不用拖延时间了 也不会给你们时间 绝点的精神力分化体 也不是万能的 孔令元不会是我对手的 你不想老夫待会儿击杀吕凤柔这些人吧 自己收手 老夫便放过他们 哼 凭你 方平冷哼一声 看着周围围上来的九长老 和几位八品强者 看那些八品强者 金身都快崩溃了 冷笑道 你们敢靠近我吗 来了 我就送你们一道绝殿的分化体 看你们敢不敢 化落 方平手中出现一柄玉剑 环顾四方笑道 来啊 一个弱九品加上几个八品 我看你们敢不敢来 九长老不动声色 此刻也极为平静 缓缓道 哼 这些改变不了什么 杀你 自然会有人出手 化落 九长老重重挥手 无畏八品瞬间退去 和追来的吕凤柔众人 出了 不远处 方平口中溢出鲜血 眼神闪烁道 你又是谁 此刻 他原来站定的地方 多了一道魁梧的身影 这人同样戴着面具 至于身材魁梧 这个不是判断的标准 创世教教宗 就是唐二长老 魁梧舞舞者淡淡回应 方平咧嘴笑道 哈哈 厉害 真的厉害 为了杀我 居然出动了六大长老 排名前三的长老居然都来了 哈哈 我是不是该自豪 创世教宗 我知道你 几次围杀我的 大部分都是创世教的人 欺杀普通人的 也是创世教的人 来都来了 一群酒品中的强者 何必遮掩身份 真以为可以藏住 一声报名 再次在方平待的原地炸开 方平脚下光芒灿烂 口中鲜血狂喷 道飞数百米 咬牙切齿道 等老子说完 急什么 刚来的二长老 确实不理他 再次朝方平杀去 一柄禅杖凭空出现在方平身边 方平大笑道 原来是你 没想到 真让我意外 今天的意外真多 二长老平静道 既然来了 也没想过隐瞒 画落 脸上面具震碎 露出了真容 哈哈 瓦尔纳 果然是你 方平咬牙切齿 瓦尔纳是陀曼的长辈 也是当日镇守王战之地的那位九品强者 来自古佛圣地 方平见过他 当初去王战之地的时候 这老和尚就向他发难过 哈哈哈 好 很好 古佛圣地来人了 安帝斯山来人了 花国松派界的盟主也来了 那位 加里卡罗 又是何方神圣 远处 被公军大笑道 诸神国度的人 方平 你若不死 这次赚大了 哈哈 三大圣地的强者 居然是邪教中人 不常会为你出头的 二长老淡淡道 活着再说吧 话落 二长老破空而出 手中缠杖 一杖击向方平 混蛋 逼我 方平二话不说 丢下御剑就跑 二长老顿时后退 身上光芒爆发到了极致 暴鹤道 凭这也想杀我 痴心妄想 不远处的九长老 却是急忙倒退 不准备参与 而是准备去击杀吕凤柔这些人 他刚倒退 身后忽然有人悲鸣道 我去 我躲在这儿你也来 身后不是别人 正是秦凤青 九长老之前被他气得万死 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在自己身后冒出来 之前方平帮他遮掩了气息 现在顿逃到千米之外 秦凤青气息这才暴露了出来 去死 九长老大喜过望 他没想到居然碰上了 一个九品 再弱也可以杀一个七品出断了 就在九长老轰杀秦凤青的时候 秦凤青忽然大吼道 老子给你拼了 九长老耻笑一声 一个七品出断武者 要和自己拼命 这心思刚冒出来 秦凤青陡然丢出一个圆球 九长老脸色巨变 放平 老夫可是要大出血了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虚空中笑声传出 一道人影出现 一出现 一拳轰向九长老 阵王 九长老脸色狂变 抱后一声 玉空便逃 凭你一笑逃 浪费老夫的精神力 乱来 轰隆一声 这一拳轰出 虚空直接炸裂 一道巨大裂缝呈现在海上 整个天空仿佛都暗淡了下来 不 九长老面具瞬间粉碎 满脸的不敢置信和不甘 战王的精神力分化体 怎么会在秦凤卿手上 众人都知道方平有精神力分化体 所以让二长老去击杀方平 因为二长老有实力抵挡 可他 那是绝对没这个实力的 他以为杀一个七品简简单单 谁料到秦凤卿居然有精神力分化体在手 秦凤卿此刻已经顿讨 大笑道 哼 还真以为老子突破后去显摆了 傻傻 不过 方平啊 干掉一个弱九品不划算呢 远处方平大吼道 战王精神力弱 干本源道干不死 轻价比更高 虚空中 战王精神力分化体还没消散 闻言怒道 小子 你 方平不理他 你一个精神力分化体 一段程序罢了 现在程序毁了 你还能回去告状不成 说你精神力弱撒了 本就没老张强嘛 秦凤卿先前离开魔武 那是去找蒋胖子了 方平根本没要他拿到的精神力分化体 因为在秦凤卿手上 才会出其不意 都知道方平会有这个 谁也不会想到 方平会把这个交给在场实力最弱的秦凤卿 精神力分化体虽然强大 可九品强者有准备 有预防 关键时刻本源道强者出手抵挡 未必能杀人 现在 九长老死定了 该死 与此同时 瓦尔纳大骂一声 假的 方平丢出的预见 居然是假的 可恶 瓦尔纳暴怒 他刚刚全力防御也错过了拯救九长老的机会 战王一拳轰出 他还在防御预见爆发呢 刚骂完 一声凄厉的惨叫传来 虚空中 九长老身体瞬间军裂 接着就被黑色裂缝给吞噬了 方平大吼道 谁认识他 九长老面具被震碎 露出了面部 方平不认识这家伙 并非华国武者 那边 正压着五位八品打的吕凤柔众人中 吴安军的一位八品强者喝道 是达威尔 欧洲大陆的自由强者 居然不是圣地的 可惜了 方平一边说着 一边朝远处顿道 等二长老追上来 再次丢出一枚玉剑 二长老脸色一变再变 方平有精神力分化体吗 有 这些玉剑都带有李振的气息 防御还是不防御 不防御一旦是真的 他不防御那是必死无疑 可是 这混蛋太可恶了 方平 老大必杀你 你还不够格 帝窟真王寒这话的都有不少 你算哪颗聪 方平说罢 大吼道 秦凤卿 去帮老师他们 五个被炸弹炸成重伤的八品 你们还干不掉 白瞎了战王的精神力分化体了 秦凤卿大笑一声 迅速朝李寒松他们那边飞去 大笑道 老子今日斩杀了九品 七品榜上当为第一 李寒松这时候正在和一位八品强者交手 大大神开咔咔作响 文言大骂道 决点分化体 干掉一个弱九品 你这么废物 好意思废话 喂 给你 你连弱九品都干不掉 废话 你给我试试 老子就一个 哪还有啊 都给我闭嘴 黄警此刻手臂断裂 身上金光闪烁 迅速恢复了手臂 怒吼道 什么时候了 快杀了这几个混蛋 去帮星洛军继位 星洛军六大八品强者 此刻被黑袍舞者摩尔塔 打得节节败腿 金轩都开始崩溃了 如今 唯一占据优势的只有他们这边 五位八品强者 外加七位七品强者 这些人佩戴神兵 围杀五位没有神兵的八品 之前还被炸弹炸裂了金身的强者 这才是目前最大优势的战权 其他地方 孔令元排名虽然比赵星武高 可他伤势刚愈 此刻居然不是赵星武对手 被压制的厉害 赵星武的强大也是出乎众人预料 他可是没有九品神兵的 手中持有的大刀 才是七品神兵 可孔令元却是手持九品神兵的 一位手持九品神兵的本元道中强者 排名在赵星武之上 居然不是赵星武的对手 简直不可思议 最危险的还属方平 若不是他不时抛出玉剑阻拦 恐怕已经被杀了 老张还有没有后手了 方平大吼夜生 哪怕到了八品镜 这时候也是满头大汗 瓦尔纳太强大了 这位之前镇守王战之地的强者 比方平想象的更强大 恐怕不弱于武川了 方平都快气吐血了 老张说好的大长老 也只是堪比武川这些人罢了 可现在二长老瓦尔纳 都有武川那等实力了 赵星武更是压着孔令元党 这要是不来人 自己恐怕丢出了李镇的御剑 也未必可以如何 后手还是有的 这时候 曲空再次闪过一道仁义 龙王玲珑叹道 我还是低估了大教宗的决心 二爷 之前我以为你不会来的 瓦尔纳脸色微变 冷哼道 老七 是我 果然如此 大教宗之前就说 不是你就是老大 没想到真是你 林龙笑道 原来我这么早就暴露了吗 我还以为你会意外的 哼 瓦尔纳低贺一声 手中铲掌忽然传出一阵呢喃声 仿佛和尚念经 虚空中一道古佛虚影凭空出现 迅速朝铃龙镇压而去 瓦尔纳 你是古佛嫡系后人 居然也会背叛人类 真的让我太意外了 赵金武不符被区别对待 扎利卡罗当年身死底窟 也许是被底窟所救 摩尔塔在安底斯山一直被排斥 达尔维是自由强者 相当于古佣军 他们我都可以理解 可你是古佛圣帝古佛的嫡系后人 血脉不过三代 你居然会背叛 真的没想到 瓦尔纳冷冷道 我族已陨落八大古佛 早就只剩下七位古佛 可这七人居然隐匿无族陨落之事 暗中让人修炼无族之道 可恨可杀 我踏入本源道已久 与我族同源 如果让我修炼 早就踏入绝顶成就古佛 可他们为了一己之私 将我排除在外 法配进军 镇修王战之地 玲珑 我该不该背叛 玲珑无言 轻叹一声 该吗 有些事不好说呀